第二的试题 以至1等于1.6乘以10的-19次方固轮 电中性的A与B两物体互相摩擦时 A得到10的5次方个电子 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这要考摩擦起电 我们晓得摩擦起电的时候 有人会得电子 有人会失电子 而因此而带电 两个的电量相同电性相反 所以选项A呢 说两个AB的电量相同电性相反是对的 那因为我们A会得到10的5次方个电子 就表示B会失去10的5次方个电子 所以选项C也是对的 这要做所谓的电量相同 那么得电子的会带负电 失电子的会带正电 然后呢我们的A得到了10的5次方个电子 一个电子是1.6乘以10的-19次方固轮 所以他带电量就是1.6乘以10的-14次方固轮 而他带的是负电 因为他得电子 所以呢选项B是对的 因此选项C就是错的 他们两个电量应该一样 只是一个正电一个负电 所以B的带电量也应该是1.6乘以10的-14次方固轮 所以第二次提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租B带正电 且电量为10的5次方固轮 这期则下列叙述 do